袁叔 你为何靠下我哥哥的两小步伐 为何还打我的属下 你一个小小的不攻手 怎样如此无力 咱们张飞对着无耻之徒 力来无力 你们敢怎么样 插出去 势力眼这玩意儿真是没智 就连刘备刘皇叔刚创业那会儿都没少受气 那时候的刘备 没名没钱没爵位 即便有个汉氏宗亲的头衔 在诸侯们眼里也不过是个纯纯的草根 别人到哪都带着成千上万的军队 只有刘备这边就单不愣仨人 虽然关羽闷酒斩话雄立了大功 但换来的却并不是尊重 而是更大的敌意 这次就连曹操也不帮刘备说话了 但曹操此举却不是看不起刘备 而是太看重刘备 曹操这辈子见识过太多事态也聊 直到遇见刘备三人组 才发现这人世间真的存在忠肝义胆 这种理想主义者的浪漫 是曹操始终想要 却又无法做到的 所以他才对这样的人视若珍宝 但诸侯们可不这么想 他们只会担心刘备小团体分走他们的蛋糕 所以刘备三人组越厉害就越受排挤 曹操也不想让他们在这受委屈了 于是便故意帮袁树说话 还昧着良心夸他良草管的好 刘备可不是一时冲动 他也早就看清了诸侯们的真面目 这些人表面上喊着救国救民 实际上却只想借着讨贼的旗号 征兵打仗抢地盘 眼下孙坚在前线孤军深入 正是危险的时候 可满座诸侯却一个帮忙的都没有 就知道吃 刘备毫不留情地揭开了诸侯们虚伪的面纱 立马就回屋收拾东西去了 张飞更是越想越气 关羽虽然情绪比较稳定 但他心里还是有气 不发火只是因为不屑于跟他们发火 而刘备就不一样了 他的时间和精力始终都没有浪费在那些诸侯们身上 他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除掉董卓 把小皇帝救出来 虽说隔了十八代吧 但毕竟也是实在新奇 可无奈诸侯们容不下刘备 与其在这受欺负还不如单干的 来时三兄弟 走时兄弟仨 无牵无牢 志在天下 可就在刘备三人准备出发的时候 董卓的大军已经开到城下了 还带来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吕布 吕布骑着赤兔网马 拎着方天化吉往那一战 那气场绝不输几百年前的项羽 我会亲手斩下衣服的脑袋 移抱衣服后安 但董卓这次的主要目标不是十八路诸侯 也不是他们的盟主袁绍 而是曾经刺杀董卓却又全身而退的曹操 论单打独斗 吕布从来没触过 但要是攻城的话 光靠吕布一个猛将可就有点顶不住了 再加上诸侯们早就知道董卓会来 已经反复加固了城防 而董卓的西梁军又只擅长野战 不擅长攻坚 如果直接打过去 肯定是要吃亏的 于是董卓就让吕布先带一百个骑兵 上门口叫阵 把十八路诸侯引出来 胡须百计 胆计便可